老板知道吗?Dell,他经历行业巅峰,也曾经面临退市 你想知道Dell如何躺于放脏吗? Michael Dell,在1984年创办Dell 他靠着他的胆量,还有敏锐的感觉,让他得到很好的成绩 但却在一段时间,他因为只是追求业绩,而遇上了瓶颈 公司开始亏损,并且现金流开始紧绷 Dell并请了CFO Tom Meredith,他们一起解决库存 库存从63天减到去4天 老板,你可以想象吗?Dell做了什么东西,让库存63天减到4天呢? 他做了差异化战略,B-Direct 他除了降下他的Inventory Days,他也缩短了他的Working Capital Days 也因为他一直在进步他的Working Capital Days 他的Free Cash Flow在今年的预约是2.35B 他曾经面临破产边缘,但因为他做了这两大改变 第一是差异化,第二是Working Capital Days Long Dell的生意成长到752B的市值 老板,你有差异化战略吗?你懂得计算你的Working Capital Days吗? 老板,如果你不懂得计算 你会发现当你的业绩不断的成长 你的现金流是越来越紧张 然后,你会不断的去找银行贷款吗? 老板,现在我要带你看一个本地真实案例 这家公司是做运输行业 这家公司的销售在2019年是49M 在2020年是42M 他的Growth Profit在2019年是10% 在2020年有增加一点是13% 他的Net Profit Margin在2019年是1.3% 在2020年是2.2% 老板,你看这里,你看到什么问题吗? 他的Growth Profit Margin还有Net Profit Margin是太少了吗? 那健康的指数应该是多少? Net Profit Margin less than 5% 其实这个公司是非常辛苦的 这个公司除了面临低margin之外 他的Working Capital Days是1年比1年退步 他的Working Capital Days从70天在2019年 去到100天在2020年 因为Working Capital Days的退步 他需要去银行再借多点贷款 to fund the business 老板,你处于这种状态吗? 企业越是成长,越是辛苦 要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我会教你差异化战略 因为一个好的差异化 它可以凸显你跟竞争者的区别 而你的差异化可以让你的毛利和盈利增加 老板,企业要成长的同时 你必须要知道你的Working Capital Days 要不然你会越来越辛苦 马上来参加我的线上课程 我除了教你差异化战略 Working Capital Days战略 我会教你11个战略 32个方法 还有8个工具 让你的profit sales 还有cash flow 同时增加 马上报名 到此见 到此见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